我一天一个时间去等 就是用蛮力 因为没有找到合适的角度 或者是就是用巧力的方法 但是过一段时间之后 慢慢感受的越来越多之后 就可以找到那种巧力的感觉 然后我觉得我现在拉大提琴 可能也在经历那一个阶段吧 现在除了音阶和爬音之外 我已经可以拉好几首歌了 然后下面来验收一下我的练习成果吧 就等我要抹一下松香 好了 我发现了一个小窍门 就是我第一节课不是拉了小猩猩嘛 然后我发现我在每一根不同的弦上面 分别拉小猩猩 然后这样子的话好像我拉弦的这个音色会练的会好一点点 因为这四根弦都是相隔五度嘛 所以如果是从三弦开始的话 然后从二弦开始 然后指法也完全一样 然后从四弦开始也是一样的指法 就是感觉在练完不同的弦上面的小猩猩之后 对每一根弦拉出来的音色会更好的把握一点 第三首是我很喜欢的一首歌 一首歌 我发现大体琴这个乐器真的是很看发挥的 有时候状态好的话发挥的好 然后音阵也很好音色也很好 有时候不在状态的话就真的是拉得不知道什么鬼 一定是因为我昨天睡得太晚了所以今天才拉得不好 一定是我的心弦距太高了所以我拉不好 一定是因为我的弓太重了所以我拉不好 好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